《明偶風雲會》 《印譚與老旁》 《風雲高》 主持 陶傑 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歡迎各位準時埋位收聽《風雲局》 多謝各位的支持 本人陶傑Patreon和鮑偉聰 還有我們的特別會員 《風雲會》都是非常歡迎 還有感謝各位長期的支持 香港特區政府立法23條 準備對美國、西方、香港投資者 是明顯的了 香港本土裡的泛民反對聲音 基本上可以全部滅絕 剩下曾鈺成、謝偉俊那些可以不倫 但是現在整個中國、香港特區政府 面臨的就是美國和 基本上是西方國際環境 對於香港立法23條 那種敵意 除了金融時報沒有多久之前 由摩根史丹尼前亞太區總裁羅奇 那篇文章說香港已死之外 美國國務院 這個官方 發言人馬修美勒 發表嚴正聲明 他特別關注 香港當局 對於所謂國家機密 外部勢力干涉等 採取非常之模糊和寬廣的定義 美國國務院 美國國務院 這位發言人說 23條可能會被用作威脅和消除意見 香港當局 他也擔心 會在香港以外地區使用23條 恐嚇和限制美國公民和居民的言論自由 這句說話說到住在香港的美國公民和美國居民 將來有可能會受到立法23條 對於人生生命安全的威脅 美國國務院的發言人也說 23條現在你聯同港區國安法 很可能加劇限制香港人的權利和自由 進一步違反中國所作的承諾 破壞一國兩制 對於美國國務院的發言人 中國香港特區政府 慣常就是強烈譴責 強烈不滿 反對 就說言論是有偏頗和誤導 並且很好笑 敦促美國應立即停止就23條立法 說三道四 你用這些名詞 就已經發出了一個信號 就是香港是中國的普通政策 這個不止 連台灣很罕有 台灣的立法院也就香港問題發表非常罕有的強硬警告 是嗎?白偉聰 是呀 沒錯 台灣的民進黨立委吳炳銳 他就表達憂心 你說他這個假慈悲都行 不過沒關係 他的意思就是說 香港現在中國化之後 恐淪為金融中心廢墟 這些已經在大陸的小紅書說了很久 他說如果萬一港幣被踢出美元的結算機制 即SWIFT的系統 台灣也應該跟隨美國 不容許港幣可以直接對新台幣 即是緊隨美國帝國主義圍堵香港 不領銳的立委呢 就提出一個這樣的情況 你想想 連台灣也對於香港的經濟 或者港幣究竟會不會跟美元脫歐呢 就站在美國那邊了 這個情況之下 美國國會他提出 也都將香港的經貿辦呢 究竟還能否繼續給他原有的那個領事的地位呢 就要再檢討 他說呢 香港在反送中運動之後變成中國的城市 其實沒有一個中國的城市 包括上海 重慶 這些直轄市也好 或者好像你說的西安美女多 還是青島美女多 這些從來沒有中國的城市 可以有這樣的外交地位 所以他都覺得這個美國國會呢 是應該重新檢討香港究竟有沒有這個經貿辦 這個領事外交的一些特權 另外一點就是香港的貨物到美國的關稅 可不可以繼續享有跟中國不同的地位呢 這一點其實美國已經做了事情 就一定要寫著是中國製造 就不可以只說Made in Hong Kong 所以香港可能已經是沒有轉口港的地位了 於是所謂的東方明珠早就蒙塵了 現在近被諷刺是金融中心的廢墟為止 現在連台灣也是下來 台灣也跟美國同一口氣 這個情況就是現在立23條的情況 為什麼台灣最近這麼高調 對香港落井下石呢 看看一個形勢 首先就是台積電 台積電已經在日本開了一間叫洪門廠 簡稱叫JSM 促進台日雙方的經濟關係和友誼 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就親自去日本出席 並且高調宣佈 紅本廠這個台積電在日本的工廠 進一步提升晶片供應鏈的銀力 並且為日本半導體帶來新一波的復興 這個張忠謀說硬 張忠謀這個地位是說這些說話 你看看中國的小粉紅 一句都不敢說他是漢奸 因為他有實力 這些就是政治現實 台積電去到日本開廠有一個好處 就是宣示了台灣這個晶片供應鏈 在世界主導的地位 當然也有一個不好處 就是他的技術借此 就可能在日本那裡 會製造另一個競爭對手 但是怎樣也好 這個都不到台灣去選擇 因為後面是美國操縱和指揮 現在是形成美日和歐盟 是親台、副台和敵宗的一個大合唱 不僅如此 為什麼台灣這個立法委員 是這樣的寸法呢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歐洲議會 最新通過了一項決議 就是認定台灣和中國互不隸屬 歐洲議會就聲明 只有台灣的民選政府 可以在國際上代表台灣人民 這個是2月28日 歐洲議會通過一項 叫共同外交企安全政策 簡稱CFSP 和叫共同安全企防禦政策 簡稱叫CSDP 兩項年度執行報告的決議案 歐盟平時也不敢 歐盟平時也不敢 총五、全身是锡下大處 恐嚇所未殺大處 幫助了整個 Plaid 這位立委無端端去民意 拉扯香港特區 在華盛頓的經貿代辦處 快到期了 總統大選之後就正式關閉 接著就逐步收緊 那時候台灣是會拒絕港幣兌換台幣 這種高姿態是會對中國香港特區的 自尊心帶來另一波打擊 因為香港一向不止是特區政府 幾年來已經主動撤斷 和台灣在香港任何的經貿文化旅行的關係 現在香港人在台灣以前有個中華旅行社 光華新聞文化社這些全部都沒有了 但是也導致香港特區政府 完全不知道台灣近年 就以台積電為首 人工智能 在世界主導地位的逐漸轉移 你看看短短四十年前 亞洲四小六 台灣、香港、南韓、新加坡是並稱的 那時候台灣最多在八十年代的一個叫黃安電腦 已經在美國那裡開廠 那時候已經領先香港了 現在你看看資金就去了新加坡 人家新加坡可以重金邀請 Taylor Swift來這裡表演 那時候就請問你香港的寫字樓 把寫字樓搬到新加坡 現在新加坡的外資辦事處已經比香港高了 另一方面台積電也登陸日本 剩下香港就自己在夜繽紛穿魚彈 在這時候就請問你香港特區有什麼本錢 是向美國叫振 美國為什麼國務院發表這麼強硬的聲明呢 就是現在再進一步去逼問你 到底是你需要美國 還是美國需要你 你這麼囂張 強烈譴責 你這麼囂張 強烈譴責 你現在你有求於美國 還是美國有求於你 要回答這個問題 就先由中國香港特區政府摩高的頭 看看它的主人最新的態度是什麼 中國總理李強在2月28日 會見來訪的美國商會代表團 李強呢 怎麼說 他說呼籲美國不要採取和中國脫勾的政策 邀請美國和其他外國企業 去中國踴躍投資 共同推動兩國關係穩定發展 這個是李強說的 不是死了那個李克強 是最新的那個姿態 李強說 美中兩國合則兩利 鬥則是驅傷 他說美中經濟高度互補 利益深度融合 他說要加強經貿合作 雙方互利共贏 李強這番說話 完全沒有戰狼的感覺 你能夠聽得出是接近向美國哀求 麻煩你不要撇開我們 麻煩你不要拋棄我 麻煩你那些資金回來 麻煩你不要驅逐我們出這個叫做全球 這個叫做AI 或者晶片 或者經貿圈 這個是李強說的 這個是最新的 中國國務院對來訪的美國的一個投資代表團的說話 首先呢 人家是美國這個商界代表團來 你用什麼用國務院總理去見呢 這個是不對等的 是吧 他只不過是一班美國生意佬 還要講到這麼低三下四呢 然後你在下面呢 中國香港特區政府還用這麼強硬的詞彙 什麼說三道四呢 是去得罪美國 喂 你想清楚 現在到底是誰需要誰 還有呢 就溫馨提示 大家可能不記得了 美國總統拜登呢 早已經在去年簽署行政命令 制裁所有美國的企業 不能夠跟中國呢 輸出這個叫半導體微電子的產品 還有就是量子信息科技產品 還有就是人工智能 這個是拜登簽署的 不只是中國 講到明 香港 澳門 也都包括在內 我們現在知道 現在美國正在推動全球 除了這個叫氣候變化 低碳的綠色能源之外 就是AI 人工智能的高科技產業革命 現在2024年 是分水嶺的一年 世界將會由 IT 就是所謂的高科技 網絡 社交媒體 這些什麼人面辨識 大數據 是進入人工智能的時代 是 特別是OpenAI Track GPT 是不是 這兩年香港已經常過一些甜頭了 那些大學裏面做功課的論文 已經不需要Google 不需要Wikipedia 整篇文章寫出來 編劇 為什麼荷里活的電影編劇罷工呢 就是人工智能已經取代編劇 人工智能可以取代電影的作曲 人工智能可以取代電影劇本的分鏡 人工智能最重要的 不僅是大量數據的匯集 通融和製造新的訊息 就是在傳輸的速度方面 隨著這個400G 可以在一秒鐘之內 上載四部4G的電影 這些全部是由美國領導的 人工智能將會進入一個新階段 最近連Google 這些Amazon 這些高級的AI的工程師都裁員 因為在這些高層的人工智能已經可以取代到最尖端的科學 最尖端的這些科學技術的人員 現在沉舟側伴千帆過 這個世界是不等你的 你中國香港繼續在廟街那裡玩穿魚彈 在那裡玩穿魚彈 夜濱分 兩頌飯的時候 台積電已經在日本開廠 還有AI進入新的階段 現在這個世界不等待你 現在美國告訴你 原因就是港版國安法 還有23條 這件事你是不能夠吊揚的 這個是最現實的環境 何況還有金融 銀行 那些錢是在走著 你現在雖然是撤除了這個印花稅 只不過是九牛一毛 你全中國香港特區在政治經濟和高科技那方面結構性的落後 是完全未能得到有效的解決 是不是 沒錯 陶先生 其實現在香港是駛於這個國際形勢 我正在想 簡直好像是回到1900年 義和團之亂 八國聯軍之役的情況 這個慈禧太后宣佈向英吉列開戰 向美利堅開戰 向法蘭西開戰一樣 向全世界國家開戰 現在簡直是一樣 這個之前的國安法和現在要立的23條 所有西方文明國家 包括英美 歐盟 日本 現在台灣出聲了 就告訴你這個國安法有問題 違反人權 或者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等等 現在結果這個保安局 或者是中國的外交部 在這方面 戰狼上身就說三道四話 這些西方的輿論 或者是官員 擺出一個戰狼的姿態 剛才你提及的JASM 台積電紅本廠 我們了解一下這間廠的重要性在哪裏 首先它是由台積電Sony 和一個電裝公司 即是日本的企業 三個合資經營的一個廠房 它被稱為令和黑船 什麼叫令和黑船 大家記得1853年 美國的提督培里 駕駛率領這個精氣推動的鐵甲船來到日本 敲門開國 從此啟動了日本的賭幕運動和明治維新 結果日本就變成一個現代化國家 脫鴉入歐 這個就是黑船的故事 大家都耳熟能牆 現在台積電被譽為令和年代的黑船 就是進入了日本 再次將日本的經濟 或者整個國家是會改變的 台積電的科技技術 我們以前也說過 但是現在問題是 你看得到 譬如香港的特區政府 它對於香港未來的經濟 或者香港整個未來的命運 用什麼方法去處理呢 最厲害就是陳茂波鬥四十萬人工 減辣 接著切辣 就是用一個叫做這樣的方法 或者是在維港裏面每個月放煙花 接著廟街督魚蛋 這些再加上最近在深水埗的激光革劍 這些就是香港特區政府 對於香港未來的 所謂的救市 或者措施 但是你看一下 他們口中的這些外國勢力 台灣 日本 美國 大家一起玩 一起做什麼 不是吉魚蛋 不是還在玩房地產 是建立一個台積電的廠房 在紅本縣 它將會帶動十年會有二十兆日元的經濟效益 帶動附近的城鎮 交通 或者那個消費 更加不要說台積電裏面生產的晶片那個價值 人家已經上月球了 現在這群這樣的月居人 還是拿棍子出來在打石頭 這些這樣的特區政府的官員 他們的人工是超越了剛才我所說的 台灣 日本的這些決策性的官員 但是他做的事情 只不過還圍著這個房地產 團團轉 這個這樣的遊戲 可能在二三十年前 都還能夠令到一個城市繁榮 但是現在大家都知道 決定的是一個人工的智能 或者是將來的高科技 再靠這個磚頭去帶動整個經濟 這個已經是 好像這個什麼呢 工業革命出現之後 所有生產的方式是利用機器 生產機器 跟著進入了這個大規模火炮 步槍 再去到機關槍的時代 你這幫這樣的土著 好像你經常口中的土著 還在磨一把矛和劍 打算出去跟這些工業革命國家拼一死戰 現在是一模一樣的 陶先生 現在就是 AI 和人工智能 高科技的工業革命 但是現在特區香港政府 還是好像那幫土著一樣 拿著矛和盾牌 在吃人肉在叫囂 陶先生 最近為什麼台灣立法院 民進黨的立委這麼高姿態 去問立法會院院長呢 後面當然有一股暗流 是不是 為什麼台灣這麼囂張呢 除了張忠謀 最近西方輿論是否台捧 另一個台南出身的一位 AI 新進大師 就是輝達 大陸叫英偉達的創辦人 黃仁勳 黃仁勳 這個才是重要的 這個是後起之秀 是吧 他在2019年 現在已經動用了400多億港元 這個是收購了以色列 這個叫做Mellanox 這個交換器數據 交換晶片產品的新的創科公司 現在黃仁芬成為西方AI界一位天之嬌子 現在你看這個一樣是台灣人 他對於AI的佈局深厚 除了高速運算的GPU 還有他一手掌控後方的高速傳輸系統 這個人工智能再加上這個叫OpenAI 將來叫Check GPT 這個不得了 一加一不止是等於三 一加一是等於十 你看整個台灣的晶片 這個交換器、高速傳輸、AI、台積電 還有晶片設計一家叫做答法 還有做這些載版的還有藍電、欣興 做連接器的就有一家叫做貿聯、政靈 這些全部都在新竹 它有第一樓的科研開發的人員 也有投資者 你看看台北看大陸客戶 又說落後 那些大廈熔熔爛爛 那些人又沒有錢 台灣的東西吃東西 那些商場又不夠上海漂亮 它的實力完全是藏在裡面 那就是了 好了 那請問 其中很多人工智能大型模擬 超算能力晶片研發方面都有先進的技術 好了 吹奏得這麼漂亮 首先 這個人工智能超算中心顧問研究完成了沒有 可不可以盡快公佈 是吧 第二 美國的限制措施會對香港造成影響 未來十年 香港特區有些什麼應對的方式 當然你要跟中國掛鉤 中國方面的華為也在這方面當然是非常努力 是想加強 是想競爭 但是華為和香港方面怎樣合作 如果香港進一步和華為合作 就是說你香港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 和香港其他醫療 工業等方面的晶片 將來的採購是會受到美國進一步的限制和打擊 在這方面 你到底有什麼應對 特區政府方面的應對其實是很空泛的 他說一國兩制之下 香港資訊自由流通 法制完善 為匯聚國際資訊和數據提供有利環境 這個陳茂波去年說的 你現在說23條 反間諜法 又如何資訊自由流通呢 反間諜法 根據梁愛詩說 在這個23條 是沒有兩制 只有一國 就是說將來23條反間諜法對於資訊和間諜情報之間的定義模糊 是跟一國看齊的 請問一國兩制之下 你還有什麼香港資訊自由流通 是不是? 你又跟中國簽署國家網信版備忘錄 裡面有齊大灣區的數據流動 當然香港現在融入大灣區 大灣區裡面的數據流動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你現在裝了2000組人面識別的攝錄機 現在你香港出入境 你知道了 是不是? 看一看 已經全部收入了一個中央的數據系統 在這方面來說 美國已經表示 對你香港特區收集的數據是高度不信任 下一步你怎麼走呢? 現在人家台灣不但脫衷 透過台積電和黃仁勳 現在擺出的姿勢 簡直是脫衙入歐 脫衙入美 是整個太平洋 美國 日本和台灣 在AI方面是連成一線 然後歐盟才跟隨 在這個大勢之下 你現在立法23條 然後組織一個應變反擊 叫反博隊 那層次你是到不了那處的 是不是? 下一步怎麼走呢? 很簡單 其實現在香港正正在中美之間的角力 就是大風浪中 我們在幾個月之前說過 尖東拍車仔理論 其實很多人都覺得很準確 或者是覺得 說出來都挺好笑的 因為香港 現在你看到香港這樣的財政赤字 或者是那個經濟這麼單一化 純靠房地產 外資種種的撤離 股市的疲弱 這些種種的情況 證明了香港以往其實只是靠中國和美國 兩個大國之間 他們在那裡和羲黎白手套 擔當這樣的角色 所以中間才可以找到吃 即是說我經常都開玩笑說 在兩間大野總會的角力中間 這些泊車仔 於是就有生意做 但是現在 你立23條和國安法 你就是將自己放在那個浪尖上面 因為現在中美之間 他們所角力的 除了政治經濟 還包括意識形態 你現在23條 如果我抽來講 我不站在任何一個立場 你就是成為 變成美國 或者歐盟 西方國家 作為對於中國限制 或者圍堵的一個藉口 或者一個切入點 因為很多的外資 包括美國商人在香港 那中間 如果這些美國商人有什麼的遭遇 被人拉鎖 或者甚至問話 美國的公司被起訴 這個已經將會變成 好像以前那些叫北韓化一樣 就是有一些美國遊客就去到北韓 都被人夾了 於是乎就不能走 於是要動用這個外交的角力 才可以處置到 現在香港就很危險了 危險的地方 我不是說那些做生意的人危險 是很容易被美國 或者中國作為一個戰場 這個戰場 你不要以為中國會看著香港 其實在和美國這個角力的時候 它一樣是不管香港的生死的 就是好像我們說日俄戰爭的時候 在這個東三省 呂順大連 這些是中國的土地 但是俄國的軍隊和日本的軍隊在這個土地上施殺 甚至波及到平民百姓 這個情況其實一模一樣 香港現在就在中美之間的火力覆蓋之下 但是他竟然自己走出來 立完國安法再諮詢23條 就聲稱自己拿到99%的支持 還要對西方的國家 美國國務院 英國的外交大臣金馬倫 再加上歐盟 其他台灣 日本的國家 全部採取一個八國聯軍的敵意態度 歷史真是不斷循環 現在香港 你有什麼本事 要做爛頭筋 有什麼本事出來插枝旗呢 現在你不就等於在尖東裏面一個泊車仔 無緣無故自己走出來 要插枝旗做大哥 你何德何能啊 你看看李強 李強在上面 是這樣的口氣哀求 當然美國方面是不會理你的 因為他的決心已經立定 他知道李強 你後面 上面還有一個習近平 那個人的立場是怎樣 你下面的馬 說什麼都沒用 那你現在香港就是處於一個這樣的魔幻的處境 怎樣做 我想都免得說 無謂去重複 你喜歡這樣 是繼續走下去 好了 今天的風雲谷節目時間差不多 多謝各位收聽 我們下次回來再會 好 多謝大家 我們下一集再見 風雲谷成立了短短年半時間就突破30萬訂閱 真是非常感激大家的支持 而會員專屬頻道風雲會 人數也都持續上升 陶生同胞Sir每個星期都會為會員更新專屬影片 現在就不如看看以下的最新一分鐘精華吧 他用一個很有趣的邏輯 他就說 我明知道這些影片會被你們拿來截圖來搞 所以我就下了他 這位蕭盛的KOL 幾十年的那種很低級的鬼剑作風是一致的 其實這群這樣的恆大歌舞團 是拿來招呼 或者是拿來建立他的網絡關係 換言之 大家姊妹那麼高那麼大 可以說 沒有一條是許家印見過的 你的太子怎麼見過這些 在加拿大讀完書回來 通常這個時候是會盡快和你截圖一件出來的 是呀 是呀 無論用大頭針刺穿也好 或者叫你不要用也好 一定會叫你截圖一件出來 拿來做人質 沒錯 中國的情報系統風格是吸塵基風格 到下一個突然排落 又看到甚麼糗屎垃圾 你認為沒用也全部拉住了 然後他會慢慢分流 和慢慢進入他的系統 是不是意猶未盡呢 在本片描述欄最上面的連結 一按就可以加入會員 如果大家想長期支持我們 記得現在就要先like這段片 還可以用超級系列支持我們 當然更希望的是 大家能夠同時加入圖結 與鮑偉聰衝心直說Patreon 令我們可以精益求精 繼續為大家帶來更多好的內容 再一次多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世事多變 小漢風雲 下一集約定風雲谷再會